沒有的事情就是不太需要去做什麼討論 我跟柔安姐沒有到這麼的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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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你 哈哈 謝謝大家 我跟柔安姐沒有到這麼的熟 我其實當時看到我覺得蠻無奈的 因為瓜哥真的是很照顧每一位前輩 也很願意提醒我們這些後輩這樣子 瓜哥很常就會把我們都叫去 然後就會說我覺得這一段 你應該要怎麼樣呈現會更好是嗎 然後有時候就是真的做不好 他也會直接罵 有時候要罵 有時候要表演 然後我會太緊張 然後會一直沉溺在那個很緊張的情緒 他就會說 就是他覺得我在台上的時候 看起來很緊張 然後心不在焉 他就覺得這樣是一個很不對的 對 那有特別要避嫌嗎 就是因為沒有發生過 所以應該也不用刻意去避嫌 對 我們沒有刻意在避嫌 因為我們應該要隨時有因為 我們應該要不要緊張的情緒 所以我們應該要自己去找 我覺得好不好 我們應該要 pitched 還有一個很緊張的情緒 但我們應該要上舒避 它是真的那樣的 所以我們應該要去聽